杀人 现在当然是想杀一个人 但其实在现实生活社会里面 都很多这些事 他不是杀死你 可能是杀你的人格 或者是杀你的前途 如果你说我有什么学到 我会说直接一点 直接一点的世界是会简单一点和美丽一点 我是阿祖王耀祖 作家出道杀人事件这个戏里面 那个角色就是一个很想做作家的人 但一直都没有这个机会 直到遇到我的总编辑 就是Steven飾演的陈总编辑 但他就放下了一个提案 就是觉得我写得不够好 觉得我要杀一个人 就会写得更加精练 故事就在这里开始 我在这个戏里面认识一个谈长 我在家里面有一个很聪明的女女 整天都帮探长做一些分析 案情的研究等等 我根据他的研究 和大家一起猜测 或者是实验 或者是找答案的时候 就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关于这个杀人的原因和方法 我里面有三个身份 除了是编辑 我也是一个作家 我又是Margaret 即是英国的一个女人 究竟我什么时候做谁 就要来看才知道 我这次同楼只有一场戏 就是一起在台上 只有一场戏 很长的那场戏 但有时候你和演员合作的时候 你看到他的眼睛 好像看到另一些东西 初头那几次和他拍戏的时候 看到这个杀人的兇手的反应 哇 这个真是没有人性的人 但眼神可以在短距离的接触里 我感觉到 回去想想 也挺害怕 如果遇到杀人犯 是这样的 作为一个警察 也会很害怕这个角色 但这个触摸 这个接触 我自己觉得 是对我来说 有很大的冲击 我个角色是一个SEN的男生 因为社会上很多时候 都会有不同的定位 去做一些定位 但我去解读的时候 我就觉得这个人 其实比世界很多的人 都来得简单直接善良 但其他人未必会这样看 但有时候 一个人的直接 我觉得是 其实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但有些人去解读 就会觉得 你直接是制造问题 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想 还有一个主题也很重要 就是说几次 说几次 说几次 聪明是天生的 但善良是一种选择 Yes 劇里面有很多字 是没有说明的 就是譬如 杀人用了第二个字 是叫做修炼的 灵魂也是代表另一样东西 另外它的感触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说的东西 不是表面那一层 是下面没有说那一层 可能是更加重要 我加入了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探长的女儿 改了背景 在六十年代尾 正正因为改了背景 改了背景 有很多东西不同 都会有一些牵涉到六十年代 亦都讲到作家 譬如金庸先生 魏康 魏康和黄瞻去玩 都有些略略提到 六十年代作家圈里面的 一些小小的趣事 这个戏要呈现一些谋杀的场景 既然我们不能真实地呈现 我们就决定选择好剧场地呈现 但好剧场地呈现 用什么方式呈现 亦是一个有趣的思考过程 沿着小说中 我最想说的是 一个人为何会选择杀人 最后一场戏 就是说了我对整个故事的一些看法 一些感受 而这些感受不是一个表达 而有趣的是 就是杀人了那怎么办 杀了人了那怎么办 想了解自己 是否一个会杀人的人 或者有没有这些隐藏的欲望 你一定要来看 作家出道杀人事件 打醒十二分精神 细心提 这个是我们整个团队 创作了这个版本 我们大家都拍得很开心 当然很希望可以在剧场跟你分享 我做的 真的 也 说 好 会